搜索手游最近不是开始送高招A人吗 很多人看到这么多忍者一下子就懵了 不知道怎么选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选择建议图 我称之为平行世界版 咱们就来看看到底怎么个事 这几个忍者没有可以直接冲 总体来说问题不大 但是我总觉得把神卡和这些忍者放在一起 有点拉低了神卡的逼格 可以说是神卡是这些忍者里面唯一真神 没有的兄弟们直接冲他就完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 就是这个小佑的价格 在特权商店里面要买的话 别的忍者都是420斤一片 但是这个小佑就不一样了 为了给大家验证价格 我特地花费了一张招募券的巨资 可以看到小佑每片的价格是520斤 就是说不选小佑选择其他忍者的话 你将会亏4000斤币 刚才挡位第一档是这几个忍者 最好玩的应该手花火的比了 技能的永久升级让他变成超人 在第一档是这几个忍者 要吃操作尤其是忍战无碍罗 被操作要求的高简直达到了极致 最不值得选择的是这几个下水道忍者 其中又以黑土为罪 别看他能飞天 但是整体非常的僵硬 而且技能都带大后摇 这不是等别人抓他吗 看完本次视频 我想你对如何选择忍者 一定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了吧 比不值得币